TVB艺人周博豪6月26日现身香港清水湾电影制片场 跟杨千华、黄浩仁等一众主演出席TVB新剧《多功能老婆》的宣传活动 早前看到周博豪刚刚拍摄了一场打戏 对此他则笑说以前在剧集《使徒行者2》里面自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不过这次的角色就是比较缺乏运动的那种 没办法打赢别人 但演戏的时候打不赢没关系 千万别被打伤了倒是真的 有一些受伤但是就小小的受伤都没所谓 因为拍打戏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 有关打发都可以 不会啊不会 这个不值一提的一个受伤 所以就就还可以 所以拍得开心 每一天也在学习那就好了 另外这次周博豪在剧中和杨千花有不少对手戏 他饰演一个富二代 因为要租房子的关系 住在包租婆杨千花家里 但两人就是那种可以倾诉心事的好朋友 话说拍摄都有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呀 或者拍的时候会不会偶尔笑场呀 毕竟大家都是笑点很低的人 不会啊其实拍戏的时候笑点低的人就变得很高 因为真的拍剧的时候真的很认真 然后因为他在这个剧里面就比较伤心的 很多场景也是比较伤心 所以他我觉得他很专业 示范的时候就会说开玩笑 但是中间拍的时候他完全不会说笑 然后很认真地投入这个角色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